我们继续来看到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新北市有一名103岁的张爷爷 这个月二号确诊住院病况一度不乐观 还动用了救命神器HFNC来治疗 幸好现在病况已经趋于稳定了 住院三个礼拜后康复出院 另外新北市联一三重院区也有一名个案 一度重症不愿插管 最后是在医护人员还有亲友视讯的建议下 燃起求生意志 被说服插管治疗 27天后同样康复痊愈 中气十足对着镜头打招呼 今年103岁的张爷爷身体看起来很硬朗 但很难想象先前他新冠肺炎确诊 躺在病床上治疗了好长一段时间 大声谢谢医护人员 因为为了让爷爷赶快好起来 医护人员不但陪伴爷爷读字条 需要时也给予爱的报报 这名人瑞张爷爷6月2号确诊住院 两天后重度肺炎病况一度不乐观 好在失以瑞德西韦以及救命神器治疗后 爷爷的病况变得可控 住院三周顺利康复 但他年事已高 医护人员当初接手时心里都很紧张 确诊个案康复出院是医护人员再向前的动力 而新北市联谊三重院区也有个案鼓舞医护人员 坐在轮椅上和医护开心合照 这名男病患一样感染新冠肺炎 住院后一度重症 血氧降至92% 不过他不愿意插管治疗 直到院方透过视讯让家属温情喊话 他才被说服燃起求生意志 这个月21号顺利康复出院 痊愈个案积极对抗新冠肺炎 除了有赖医护人员的辛劳外 也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不要放弃 因为黑暗终有过去的一天 台湾加油 耶 记者陈葬陈清顺新北市报道 这就是说服燃与原先设施血飓 Cec竟 comigo 你好像宣伍